郭文哲 郭友誼又落選項 最近都開始 提出各種的政見 從南北定亞來說 安裝政策頭也很大 郭文哲 今天早起 是公布三民調 他說他都贏落選項 郭友誼 郭友誼是回應說民調只是參加 他會繼續建議王爭奸 國際局勢不穩定 由於後經濟平衡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郭文哲 早起到 國際國際政府 進行三協政策基家會 提出修訂經濟安全保障法 該國五行缺法 來加進國際組織頂頂五大主動 要讓台灣三協留出困境 有缺 是什麼問題 我說缺長期計畫 政黨獨立就解決了 因為他們就是永遠大傻幣政策 不會做長期規劃 如果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郭友誼 是去苗戀參風三議 無條報告官 也發布五大文化政策的主動 包括提供全民美国 保佑成年纪文工做这些顶顶 两岸对话其实文化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桥源 所以我坚持中华文化 用文化向身共同台湾 两岸对话文化修行 不过如果美国也没有结果 国问题选择公布 民众党委托三经民调公司民调的结果 都贵过多千条和合优优 共调与要是相信所谓 现在可以直接欢迎的就是专民调 国民党跟民众党DNA要是不一样 国民党跟民众党还是有DNA的不一样 我在想的是怎么赢得总统大选 国民党在想的是怎么赢过柯文哲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胜率比较高的组合 为什么故意要用一个胜率比较低的组合 甚至会输掉的组合 常常做的民调公司 我会领先柯文哲有一段距离 民调大家都做参考 要自己自己做的 还不足参考外面做的 合优优共调说民调都是参考 也说会照自己选自己的胸部 坚定向前走 总统会可以选掉 如果民进党六千条 再去是参加台北边缘 去当中大楼当土的电力 会保姆安生提出运动上官的政策 记者 总统会报道 这一段距离别的 打开特别的 进党不得 出充满